因為訊號太爛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改用錄影的 等一下回家再上傳到粉絲團 這個影片它就不是直播 但是是我們遛狗的高清畫面 那今天的主題非常的簡單 就是想跟各位講一下 三寶的願望他們想要放暑假 相信大家都在放暑假 他們也很想放暑假 因為最近非常非常的熱 尤其是像我們玉井盆地這種地形 午後雷陣魚的之前 都是悶熱的 熱到很誇張 像我這種人類 我每天穿吊嘎 我還是熱到快要中暑了 更何況是他們三隻穿毛衣的 那雖然有剃毛呢 但是他們身體非常的胖 然後叫早上到下午幾乎 隨時隨地都有很多人要來看他們 那變成他們只能輪班出去 給各位拍照 那還是會有遇到很多問題 是輪班出來給大家拍照 還是有人說為什麼只有一隻 為什麼不是有三隻嗎 為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在這邊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其實他們不是只有接待你們一組客人 他們是從早到晚幾乎都沒有睡覺 然後好不容易躺下來了 可能你們已經爽完了拍完了走了 但是下一組客人又進來了 然後又開始揮了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他們根本完全沒有辦法休息 所以在這邊錄這個影片是跟各位講 我們希望是可以讓他們好好的放個暑假 你們放暑假他們也有權利放暑假吧 所以之前已經有跟各位公告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氣溫超過30度 我們就一律不讓他們出來解課 就是改用那個力排替身的方式 這個部分的話滿多客人都可以體諒的 但是現在在這邊再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在暑假期間 我們現在就硬性的要讓他們暑假期間都不接課了 我現在很認真的跟各位分享這一件事情 因為首先他們沒有欠你們 我們也沒收你們門票也沒收任何東西 雖然說你們牽你條條來看他們 我們很榮幸很感謝 但是當事情多了 他就不是那麼美麗了 因為常常我跟客人講 我很想要錄他們 最近你會發現我很少錄影片 我想要錄他們笑 我錄不出來 因為他們笑不出來啊 他們每天都要接那麼多客人 然後天氣那麼熱 然後每天每天都是 被Cue出來的臉都超臭的 那我私底下想要錄他們 他們可能只有在散步在玩樂的時候 才會比較開心 笑得比較開懷 那不然其他的部分的話 他們基本上都是臭臉 那我覺得這樣不對啊 這樣子就 跟原本跟大家分享他們的生活 他們快樂的初衷 就完全是本末倒置 原本是很單純想要跟各位分享他們的生活 然後呢大家可以看他們笑笑啊 每天追小鳥 像這樣子很青春活潑很可愛很開心的樣子 但是現在變成說因為大家都要來看他們 然後天氣那麼熱 變成他們完全沒有時間休息 甚至他們沒有機會再笑了 那這樣子的話 對我看來我會覺得這個 這個立場好像已經 已經是跟原本的樣子已經完全不同了 所以呢才會請大家原諒我這個任性的決定 就是呢暑假開始 我們不讓他們接客了 他們就是 除非他們真的是心血來草想要出去 不然的話 我們一律都是讓他們在店裡面休息 這一篇 之後我還會再打一篇公告跟各位講 不管有沒有看到有沒有聽到 但是 就算你沒有聽到你來店裡面 我們還是會很客氣跟你們講說 狗狗休息 不接客 讓他們睡覺 就這樣子 所以 希望大家多體諒 然後也跟各位說一聲抱歉 因為我們還是很發自內心的 希望他們是每天是可以笑的 那在這邊順便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我們連環炮粉絲團到這個時候 我們很多的邀約啦 什麼節目啦 或者是什麼 直播節目 任何的什麼活動 我們全部都是已經推掉了 因為我們第一 不要讓狗狗呢 舟車勞頓 第二 我們希望他們好好的在鄉下 這個地方 他們自己的土地 他們最喜歡的 在故鄉這邊 當一個開心快樂的鄉下狗 這樣就夠了 對我們來講這樣已經足夠了 所以 我們從來沒有再接任何的 什麼什麼寵物展的活動 什麼什麼任何的 什麼活動見面會什麼 都沒有了 目前完全都沒有任何 甚至連電視節目 什麼我們都不要 因為說真的 我們不需要這麼紅 我們只希望呢 讓他們很愜意的過他們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希望大家 如果說你們有來預警 你們可以來買你媽媽的芒果 因為現在你媽媽芒果 雖然還沒有盛產 但是呢 店面都會有一點點 可以讓你們來店裡買 不然的話 不然的話 基本上呢 來預警吃個冰 如果你們要拍照 店裡有他們的立牌 那 不要硬性來找他們 讓他們好好的休息 就是希望大家 所有的親朋好友 都可以配合這一點 因為 這也是就原諒我的任性啊 那 暑假結束 寒假開始 有 開始天氣比較涼的時候 他們 我們就會開放讓他們出來接客 因為 天氣比較涼的話 他們在外面睡會比較舒服一點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好那 感謝各位的配合啦 那 希望呢 我們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看狗狗 在網路上看 我們的 之後呢 如果他們開始有 笑容了 他們開始有很 很開心的樣子了 你們就會看到更多的影片 那最近真的沒有影片可以看 第一我也很忙 第二呢 他們真的也笑不出來 那不開心的東西 我怎麼可能跟各位分享 因為他們本身都不開心的 我沒有辦法去找到他們開心的樣子 跟各位分享啦 好所以呢 其實 我覺得一半一半啊 我是希望 給他們多一點休息的時間 之後 他們就會很開心 然後各位呢 就會有更多的影片可以看 所以希望 大家盡量不要來店裡面找他們 拜託 要看狗狗 在網路上看 狗狗 每天呢 我們都會陪你們 用直播陪你們 度過每一個屋子的時候 這樣我覺得 應該也算夠了啦 那 該給他們休息的時候 因為他們 不可能每天直播 然後這邊開心給大家看 但是呢 該休息的時候呢 就是還要去面對其他的 讓他們不開心的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根本沒有休息的時間 好所以 請原諒我的任性 然後錄了這個影片 因為今天網路不順 所以我就沒有拍直播 我直接用錄影片的方式 跟各位 聊這件事情 希望讓狗狗放暑假 所以從今天開始 我們 不讓狗狗接客了 從今天開始 所以你們來店裡面 看不到狗狗是正常的 因為狗狗在裡面睡覺 在裡面吹冷氣 在裡面過他們 該有的生活 所以 外面非常的熱 暑假我知道大家放假 很多小朋友可能要來店裡 看狗什麼 我們外面 都有他們的力排 你們可以跟狗狗拍照 狗狗的力排非常的好用 因為他們會看鏡頭 如果有來店裡 跟狗狗合照過的朋友 一定很清楚 就是 他們本狗是不看鏡頭的 所以你拍了100張 那可能只有中間 好不容易撇過一張 讓你拍到它是正面的 不然非常非常的難 所以 就不要為難他們了 好不好 謝謝大家的配合 那這影片呢 就是 還是 希望以後 可以 有更多的畫面 更多的 好玩的 好笑的影片 可以讓他們 紀錄他們最快樂的樣子 而不是 每天都是 要跟各位講這種 很枯燥無味的話 因為這種事情 真的是講不完 但是 今天還是很慎重的 跟各位講 就是這樣子 狗狗放暑假 暑假晚睡 耶 哈哈哈 就是這樣子 我們只希望他們快快樂樂的 好 他們快樂呢 各位 才可以看到他們更多的快樂 就是簡單 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收看 掰掰